哈囉大家好,我是阿Ben 歡迎收看《逸城餘生廢土求生攻略》第五集 很開心見到各位 身為遊戲人,要知遊戲事 想必大家都對這張休旦解雷的迷因有印象 但沒玩過《逸城餘生》的人可能不知道這個角色的來歷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今天就是你的幸運日 因為本部影片要來介紹這位迷因角色 也就是《逸城餘生》的吉祥物《避難所小子》 看完後你就會知道這個迷因來自哪裡 當然也不會錯過《避難所小妹》 畢竟她的相關二創可是陪我度過不少個寂寞的夜晚 那麼在正式開始前 麻煩各位訂閱本頻道加打開小鈴鐺 以及看影片裡有興趣的廣告 這樣我才能買更多套套 非常感謝 一億張照片和影片 在這個資訊轟炸的時代 該怎麼在眾多訊息中迅速抓住觀眾的眼睛 除了可以引起公分的白痴自暴證據 還有一個不錯的方法 形象鮮明的吉祥物 為了能順利獲得建造避難所的資金 避難所科技公司想方設法的推銷自己 電視劇的世界觀中 庫博霍華德在替避難所科技公司拍廣告時豎起了大拇指 再給了避難所科技公司靈感 設計出避難所小子這個虛擬人物 並在往後的廣告裡頻繁出現 至於開頭提到的修旦幾雷迷音出處 是來自世代Special的敏捷動畫 放慢一點看的話 會注意到避難所小子多子彈的特定動作 這個身體無比柔軟的滑稽舉動 加上那迷人的微笑 就這麼剛好變成了經典的網路迷音 現在各位知道了吧 解開多年的疑問後 那就來斷出不及訪的Surfshark VPN業配吧 只要購買任何一種方案 就能同時在多個裝置上使用 不管是電腦、Xbox、PlayStation 通通都能運作 而且可以選超過100個國家 自由切換IP位置 此外還能擋掉凡人的廣告跟Cookie 不被怪怪的人知道你的搜索紀錄 每分每秒都全力保護使用者的隱私 另外線上客服全天待命 有問題可以隨時聯絡 絕對把你交到會 點擊影片下方資訊欄的專屬連結 或是在購買時使用者扣碼BEN0704 就可以獲得專屬優惠 還送你4個月 這麼好康的優惠 絕無僅有 走過路過千萬不要錯過 而且0704是我跟女友的交往紀念日 更該大力支持吧 這張圖片是避難所小子最早期的概念藝術 靈感來自大富翁的大富翁先生 有倫納德·伯雅斯基設計 他也是製作出在一城餘生的元老 當時還沒有取名 只有戰稱Skill Guide 之後經過和幾位設計師的改良 才漸漸完善避難所小子的形象 最一開始只有黑白 後來才變彩色 避難所小子的招牌動作 是頂著一張笑臉並豎起大拇指 這個形象其實曾捲入一個網路謠言 而這個謠言也出現在一城餘生電視劇 第一集的開頭 庫柏告訴女兒怎麼用大拇指判斷 自己與核爆點的安全距離 網友以為避難所小子的豎起大拇指是這個意思 但後來製作人出來解釋說網友們想太多 真正的意思其實是避難所小子在展現積極的態度 避難所小子既代表避難所科技公司 同時也是一位避難所居民 所有好的、壞的、開心的、難過的、幸運的、有夠衰的 之類的事情都會發生在她身上 像是什麼讓你如此special影片 可以看到身為主角的她死了又死 或是身體哪裡不變 又或成為頂尖科學家 還有避難所銷售員生存指南動畫 也能看到避難所小子從機場銷售員一路往上爬 最後來到了位高權重的位置 當然過程同樣一波三折 甚至也去了好多好多次 吉祥勿馬 什麼鬼事情都會發生 此外 世代跟76的任務圖示 當然是以避難所小子當主角 玩家手上的BB小子也是 用避難所小子的虛擬形象 來表示玩家當下的狀態 西元2077年 避難所小子被選為世界上最性感的男人 還有根據多種動畫或圖示判斷 避難所小子其實是犯性戀 不管對方是男孩女甚至非人類 都有可能發生關係 比如跟核子可樂公司的吉祥物Battle談戀愛 嗯 口味真特別 既然有小子 當然也要有小妹 根據Fandom的資料 避難所小妹登場的第一部作品是 一成餘生鋼鐵兄弟會 它出現在技能卡上 避難所小妹是避難所小子的對應宣傳吉祥物 所以也就跟避難所小子一樣 所有奇奇怪怪的好事壞事也都會發生在她身上 而多虧Persesta推出避難所小妹 網路上出現一堆讓人興奮的操戰二創 在一成餘生76的避難所科技大學裡 可以看到大大的避難所小子跟避難所小妹雕像 作為招牌其祥物 這兩尊在戰後依然屹立不搖 精神可佳 在看完影片後 相信大家都對避難所小子跟避難所小妹 有進一步的認識 如果想知道戰錘為什麼會被正確人士搞的話 也歡迎點擊左邊的影片喔